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謝謝長小平 Eric 我的回答是能發現別人的傑出 發現別人的傑出 作為一個重度網路瀏覽者 我一直非常崇拜網路的內容提供者 尤其是在短影音和直播非常流行的現在 還能堅持努力筆更的文字內容提供者 更讓我敬佩 最榮幸的是今天我竟然能親眼直接看到 一位文字內容提供者 而且竟然做他演講的講評者 非常榮幸 他比更了十年 從他的演講裡我們知道 他從寄居無名小站到擁有個人的平台 從興趣開始發展 到了有一流專業與平人的水準 更重要的是 如果各位直接去拜訪 雲珍的影迷尖教屋部落格 我們會發現 他評論的電影是跨文化 我看到了美國電影 台灣電影 香港電影 日本電影 南美的電影 世界各國的電影 還有跨領域 當然就是各種不同類型的電影 他通通都評論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人類交流思想 智慧跟見解的平台 如果這是一個兩到三分鐘的短電影 作為一個影迷 我們會很希望 能看到投影在這裡 實際的這個部落格的影像 可以讓我們所有的觀眾 有震撼性的第一手的體驗 讓我們體會到圖文並茂的豐富內容 還有非常美觀的版面設計 另外我會非常希望知道 這個影評的平台 在所有影評的這個平台 或者書籍裡面的位置 比方說它是有什麼樣的特色的影評 或者是它切入的角度是什麼 它的功能是什麼 最後經營了十年 雲珍有什麼樣的成長 有什麼樣的變化 對個人有什麼樣的影響 所以我是一個非常挑剔的雲珍的影迷 謝謝雲珍讓我看到你的美好的作品 謝謝